佛说,一念沉心起,不要万丈门开 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脸 请问如何能做到心里丝毫沉心都没有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是很大的功夫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那么这个在修行来讲,这是上乘功夫 那你要问,如何能做到心里面没有丝毫沉晦 从哪里做起呢?还是要从弟子归做起 从太上感应片做起 从这个十三岩岩岩岩前做起 那么淘汰这个陈毁 先从四上 这个紧着心很高 遇到这个境界先前 陈毁先动的时候 马上就能觉得觉悟到 哎,我不可以发脾气 那要求,要紧确到 念佛的人的方法呢,就是赶紧念阿弥陀佛 那用这个佛号啊,把这个陈毁的念头打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重要的一个因素 心贫气和的人 不容易生病 常常常这个脾气很暴躁的 确定有病 那是一种病态啊 它的反应 所以常常发脾气的呢 他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的话 一定有毛病 而且有疾病的人 常常发脾气啊 他这个病一定会加重 很不容易治疗 那就是再好的医药啊 很难达成效果 那么诸位 你看看山西小燕 你们就知道 凡是得重病的人 若无其事 不把他放在心上 天天欢欢喜喜的 那个病就很容易治疗 所以这个贪嗔痴 佛哥我们讲的 叫三度啊 这个三度是我们自己内心 我们的本身已经有三度了 那就病根 自己生病的根源 所以外面呢 有一些 这个病菌感染 跟里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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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外一核啊 这疾病就产生了 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 外面什么样 我的这个细菌呢 都感染不上 这就是现在医学上讲的 你有免疫的能力 免疫能力是什么呢 断贪嗔痴啊 就是最高免疫的能力 这个我们要懂 所以你懂这些道理啊 你平常在任何环境当中 保持着不发脾气 常常常能够读送大臣 佛在大臣间上教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既然是虚妄 你何必认真呢 所以要学到 学得像佛菩萨一样 什么都看得惯 什么都好 看得人做好事很好 看到他做坏事也好 与我不相关嘛 过人因果 过人受报嘛 那他要那样做 我们能劝他 劝劝他 不能劝他 那就随他学了 那人会不会回头呢 会回头 但是回头啊 他要造轮回 他要做悟报 甚至于他要多误鬼 他要多地狱 他要变畜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回头的人生 遇到善友 劝他 他一下就回头 所以回头是肯定会回头的 时间可很长 这个我们要想的 所以知道这些道理 对于造作卧业 受卧报的人 也不敢侵蚀 我们对他 就像对佛菩萨 对父母一样的尊重 这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 离经祝福 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以欠瞒任何一个人 你修这些法呢 那个惩愧心呢 自自然而 他就淡薄了 要想真正呢 丝毫没有 这个是阿罗汉以上 这个 贪嗔痴嘛 一个断了 三个都会断 他有连带关系 这个贪嗔痴断掉之后 正阿罗汉苦 那么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呢 这个施性位 是第七性位 贪嗔痴断掉 是七性位的菩萨 他的断烦恨的功夫 跟阿罗汉一样 但是智慧 德能 佛报 绝对不是阿罗汉 能相比的 阿罗汉是小臣 这是大臣 所以那个智慧佛报 之大了 那超过 我们以这个 一般的来讲法呢 那超过大凡天王 超过摩西收罗天王 这就是三界之内 这个富贵达到顶点的了 也比不上阿罗汉 这个佛书啊 一念成心 起百万丈门开 这两句话 要常常记录 所以一发脾气 所有功德都完了 所以功德不容易修啊 你天天在那里修 你想想看 哪一天发了脾气 发脾气 以前的那个 全都完了 你修行到今天 什么时候没有发脾气 到现在 你就这么一点点功德 如果灵命中 是要发一顿脾气 我全都完了 所以这个要想的 功德是什么 功是功夫啊 但是福德有 你脾气再大 发脾气 说福德有 福德可以带走 不一定 在什么地方享受 出生到 出生有福啊 你看看那个 富贵人家养的宠物 都有福报啊 我们一般人 怎么能跟他别啊 出生 他的钱是修的福 所以误误轨道 也有一个佛报 像城隍土地啊 这是民间四奉的一些神明啊 都是轨道里面有佛报 他也有途中 有很多人就拜他 供养他 轨道里有佛 所以这是佛报啊 修的福啊 不一定在哪里去享 就是天上享福的 人间享福的 出生恶归享福的 所以佛报不影响 功德有影响 富德不影响 这个一定要懂 你像在佛门里面 在古代 梁无地 那个修的福德就大了 你看他是佛门大伏法 他建了480座寺庙 480座的寺院 规模都很大了 供养出家人 是常年供养 不是短年的 不是短期的 十几万人 大摩祖司的时候 来的时候见面 他就觉得很 自己做了很多好事 感到很荣耀 就问大摩祖司 我做这么多事情 有多大的功德 大摩祖司说了老实话 并无功德 所以这个梁无地 听了就很不高兴 成亏心没断了 所以就不再护持他 这个大摩就跑到少林寺去面别 苦修 九年才等到会苦 才得到一个传认 这就是功德跟福德不一样 如果他要是问 我的福德有多大 那大摩祖司一定是 你的福报太大了 来天 来生 那是天人的福报 那功德 没有 这个是功德跟福德 一定要分清楚 所以有人 来 惹你发火 发脾气 你自己也得说佛的人 应该就有个 马上警觉 他叫我烧功德里 那我要就发脾气 那我不就很听话了 那把功德就烧掉了 我的功德 任何人都烧不掉 只有自己会烧掉 所以他就让你发脾气 让你自己把它烧掉 你不就上大当了 所以常常有警惕 你就不会上当 无论怎么样 挑衅也不会发脾气 绝不上当 这就对了